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高兴跟大家在音频上见面 孔子是一个斜杠的人生 斜杠在现在是很流行的 就孔子有很多的专场 而这种专场是可以发挥的 真的是可以做出事业的 那孔子是政治家 是教育家 是兵法家 是思想家 孔子也是音乐家 在轮运里面有一些孔子讲到音乐的 比如说讲到音乐的乐理 讲到音乐的远奏 讲到音乐的殊胜 那在礼记经节里面 也讲到乐教的功能 那这一章里面是讲到 他在齐国来品味这个韶乐 孔子不但能够品味音乐 孔子还能够弹琴 像颜回是一个可以品味音乐的人 但是颜回不会弹琴 子贡也是可以品味音乐 但子贡也不能弹琴 孔子是不但可以品味音乐 说出一个所以然 并且跟道结合 孔子还是一个能弹琴的人 而且弹琴弹到出神入化 像他跟思乡学文王超的时候 就是弹到出神入化 所以孔子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 他真的是当之血干无愧 而且孔子在命理上面 异学上面也是非常的通达 在这时代也是热门的 他也是在博物君子 就是纵然没事干了 也可以当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是一个对物有鉴赏能力的人 这些内涵以后找时间再慢慢说 那这一章更特别讲 孔子品味音乐 这一章是出自于 树尔篇的第十四章 子在齐闻勺 三月不知肉味 不吐为月之至于私也 这一章里面就是孔子在齐 孔子在齐国是什么时候呢 就三十五岁 除了三十五岁去齐国以外 周游列国都没有到齐国 那在齐国 为什么会到齐国呢 就是因为他接受鲁昭公的帮助 到周朝去问李于老丹 问月于长虹 可是回到鲁国的时候 鲁国发生内乱 鲁昭公出逃 逃到齐国去了 孔子不想待在鲁国 因为鲁国是没有国君的国家 他就不能成国 就好像一个公司 没有董事长 没有总经理 那这个号令怎么出门 这哪里是公司 这个没有任何可以 人家不晓得谁来做主 没有可以做主的人 这哪里是公司 这哪里是国 所以孔子呢 就到了齐国去 就在这个时候 在这时候里面 他也跟燕子 有一些交谈 也遇到过了齐景公 齐景公是非常赏识孔子 要请孔子做宰相的 这有些的历史典故 我们以后找时间再慢慢说 那这段期间 他也听了扫乐 所以只在其闻扫 就在这一段时候 那为什么扫 可以在齐国闻到呢 扫乐就是顺王的音乐 顺王的音乐 太棒了 棒到什么程度 孔子说 三月不知肉味 三月不知肉味 就是在这三个月当中 食不知味 那食不知味 换句话说 心都在音乐上 我们一般读书 可以读到食不知味 那表示通通是法喜 通通是书的味道 那个才有办法 孔子听音乐 可以三月不知肉味 食不知味 美食在前面 都吃不出味道 你看那个 简直整个脑袋 都在音乐的世界里面 难怪他也是音乐的大家 学东西 要这样的投入 才能学到神水 就像孔子学 文王超一样 得其术 得其智 得其人 得其术 就是谈得非常好 得其智 就谈出作者的心智 得其人 就是谈到作者 这个人就是文王 你看孔子可以这样 在其文勺 史记说是学之三月 就是在学三月 不知肉味 其实文勺就是一种学 就听音乐 听到出神诸话 这就是学 三月不知肉味 就是整整三个月 通通在音乐的世界里面 就这样 这样就好了 那为什么不知肉味呢 理由是什么呢 叫做曰 不涂为月之志于思也 后面就说出理由 所以论语里面 少文色多语 简单几个字 清清楚楚地 把一件事情表达 为什么不知肉味 下面就说 不知肉味的理由 叫做曰 不涂为月之志于思月 想不到唯 唯就是咒月 至于思也 思也就是想不到咒韶月 韶月可以到 思也 这个这个这个 什么叫这个这个 想不到韶月 是这种意境 这个 像我们佛经说 如是我闻的 如是如是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说不出来的时候 只好这样说 那为什么会有韶月 就是在上书里面 记载 这是顺王的音乐 顺是一个善让 他从谣那里接天下 并且把天下让给雨 中国里面 不是从父亲接帝王 并且不是给自己儿子的 只有顺 虽然上任政治有谣跟顺 但是只有顺 是从别人家接天下 给别人家 谣是从自己家接天下 然后给别人家 只有顺是 从别人家接天下 然后给别人家 所以真正上任政治 到究竟就是顺 而且他是一个 能够任用贤能 他本身能力也很好 按部就班的历练上来 所以接天下也和平 传天下也平和 这里面没有宫廷内斗 没有各种的沙发之后 真天下终于当到帝王 都没有 非常平和 所以他的乐师 在做音乐 来表征 这一段的攻击 就是一个平和的太平盛世 而且这种太平盛世 感得 历史上面说 叫做百兽来舞 就是很多琴兽来跳舞 而且是灵鸟 凤凰 就是很多怪异的鸟 还有凤凰 来这个顺所治理的地方 那这个不知肉味 不知 正因为不知 所以他才显示说 他知少月知的深 那因为三月 代表时间很长 所以 恶臣说 太执着 其实这哪里是执着 投入这些慎望的音乐 怎么叫做执着 学进去的 怎么可以叫做执着 这个执着是说 对明文立扬的执着 如果这好 可以好到 能够通达信与天道 能够通达 人士的吉凶或福 这怎么叫做太执着 那 韶月是怎么来的 怎么会在齐国呢 那就是说到 顺的后代 再封到承这个地方 那承晚 承敬仲 是顺的后代 他到了齐桓宫那里 他是一个贤者 不陪齐桓宫夜饮 齐桓宫这个人 是很喜欢享受的 他很喜欢承晚 他叫承晚的 陪他到深夜 承晚不要 你看就是这种人 后来到齐景宫的时候 承大夫 这已经是掌国阵了 所以人家说 叫做武士齐昌 就是一代一代都是贤人 到第五代的时候 一定罚 可惜啊 到齐景宫之后 陈恒就是 陈公子 陈恒 陈恒就杀了景宫 很可惜的 这一章里面有的注解说 这个听承岳啊 很感慨的说 很感慨的说 想不到 为乐啊 就那个为 就是归 就是指顺的后代 听承岳啊 这至于诗也 这至于诗也 就是在齐国 这至于诗也 就是诗就是指齐国 想不到在齐国听扫阅 而且很感慨 什么感慨呢 将来啊 这个陈大夫啊 会创位 很感慨 江太公的齐国 以后不姓江 这一章啊 可以做这样的解读 但是不对 因为你要把文句前后看 这一章里面是说 我三月不知肉味 是因为音乐太好了 所以我才三月不知肉味 这要文气要对 你如果一方面听得出神入化 一方面感慨说啊 啊 想不到啊 扫阅在齐国咒 成功只将篡位 这不对嘛 这应该很感慨的 可是没有 整段话没有感慨 整段话只是说 想不到扫阅 是这种意境啊 让我流连忘返 让我这个 没办法处理这种境界 扫阅 咒阅的那个美妙的境界 我出不来 是这样的 所以读书 除了要慎选注解 还要读前后的关联 还要读出火口气 还要以经解经 这才是真正解经的方法 这一句话应该怎么说呢 还没有听扫阅之前呢 想不到 想不到扫阅可以 输胜到这种样子 我真正想不到 那你证明了 证明了就是 扫阅叫做 敬美以 敬善以 轮语有一章就是 扫阅就是敬美以 跟敬善以 那五月呢 五王的月啊 是敬美以 为敬善也 要以经解经 这一章可以知道 扫阅在路过 没有 保留在齐国 可是保留在齐国 齐国的国君啊 喜欢听热门音乐 淫荡的音乐 扫阅当然 没有办法在宫廷里面听到 从这一章里面可以看出啊 孔子是重于精神的享受 精神的享受 才是孔子的享受的所在 我们一般人都喜欢物质的享受 不了解精神的享受 比物质的享受更重要 很简单 如果物质的享受 就是享受的话 那为什么富贵人家 往往都快乐不起来 可见物质的享受 不是真正的享受 我们很多穷人 很喜欢富贵 他以为富贵是得到快乐 所以他一心的目标 就是求富贵 可是果然得到富贵以后啊 原来得富贵里面 还含长这么多过患啊 就从富贵里面得到犹豫症 可见精神的享受 才是真正的享受 在这个文明的世界里面啊 我们要不要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快乐的人生 到底是物质享受 才是快乐的人生 还是精神享受 才是快乐的人生 还有你是精神的享受的人啊 你物质 你才会真正享受物质 你才能够吃出东西的美 你才能听出音乐的美 你才能在生活当中 享受环境的美 否则那些环境不值得再美 对一个物欲享受的人呢 对一个这种 只在乎民文利养的人呢 他根本看不到什么美 他只是在庸俗当中过日子 那我们再讲一个故事好了 就是魏文侯 魏文侯那时候 听那个先王的音乐啊 听这些平和的音乐 听得都像打瞌睡 就昏昏雨水 但是听到这种 正国跟卫国的秘密之音啊 怎么爱你啊 恨你啊 这种秘密之音啊 魏文侯精神都来了 直下就说哦不行 中正平和的音乐 有助于你修身养性 你能修身 你才能齐家 你才能治国等等的 你听这些迷迷音啊 把你的心智弄得很萎靡 把你的人弄得很懒散 遇到事情的时候很浮躁 脑袋里面没有办法 认真的思维事情啊 那怎么对你有帮助呢 怎么对社会有帮助 怎么对国家有帮助 那魏文侯啊 虽然听进去啊 可是他还是听秘密之音 精神来了 听这些平和的音乐 昏昏雨水 可见啊 要听人家劝啊 要听到鼓子里面也不简单 连魏文侯都尚且做不到 更何况是一般人 所以能够学这些经学 学到鼓子里面 因此他不是普通人 一般人只是接受劝而已啦 法语之言 能无从乎这样而已啦 就是哦 是好的言语我遵从 可是从而不改 就是一般人的形象 不会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 不会改变自己的人生观 不会 所以这种学伦语啊 也都是学皮毛而已 会不会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呢 也不会 所以这一章里面 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内心深处到底是什么 如果内心深处是这种平和的 是这种安静的 是这种高框的 是一种高瞻远瞩的 是一种能够豁达人生的 内心引为处是这种想法的 这种喜爱的 这种安住的 因此这个人不是普通人 这个命运也不是普通命运 好 以上是这一章的大仪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感谢观看